请收看维新世界 世界和平推手 功德榜 我们每个人的房间 家里的房间是老是找 老是少一间 发表论文老是早觉得少一点时间 各位可以看到这么花工夫 去把老祖宗的东西能够去整理出来 但是没有时间能够好好的去把它做一个 比较更长时间更深入的去 我看好在我们张院长已经都接受我们的这些活动了 我们以后可能还有很多机会可以来安排 让他能够再多发展 我想好难得一个学术界的朋友 他在行政领域上能够这么多研究 而现在又能够把老祖宗的东西又能够转化过来 我想我们今天不应该自己觉得说 我们研究这个东西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义 我们应该更加努力 我们下一位因为刚刚提到所谓鬼骨子的东西 到后头可能归结在也许沟通 说服谈判方面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在现代社会当中 你涉及到两岸的谈 两岸涉及到人际之间都是在沟通 都是在走一个交流 我们现在请方奔成总编辑 好不好请 杨主席 杨院长 文院法师 阎老师 还有张荣教授 各位好 大家好 早安 监老师是带领我进入鬼骨子领域的恩师 我在研究所写硕士论文的时候 是写先情合纵连横说服传播的研究 其中一个理论基础就是鬼骨子 那个是40多年前的事了 那后来我在中央社当了25年的记者 有一个机会我就转到海基会 去从事实际两岸谈判 那就开始了解到鬼骨子所说的理论 跟实际上的应用 对和平是有很大的贡献 所以我又把鬼骨子作为一个专书 去进行研究 后来又研究到孙子 因为两岸常常有一些文攻武后的事情 所以我就研究孙子兵法 是不是只能用在打仗呢 还是也可以用在说服方面 后来确实这方面 验证孙子兵法所讲的 就不一定要打仗 因为孙子兵法强调的不是打仗 他是以全胜 还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 所以跟鬼骨子还是有很相融通的地方 所以这两个可以合起来 对世界和平是会有很大的贡献 因为刚刚张教授已经把鬼骨子的重要内容都说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只要加点料 来说一些文章里面所没有的 可能各位也不见得听到过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容许我坐下来慢慢到来 谢谢 谢谢 鬼骨子的理论可以把它做十五个字来记 这样会比较好记 你把它想成一个钟摆 从外面摆进来的时候摆反内 然后滴滴地再飞舞 接下来你就要去揣摩 揣摩 还要全提出摩 摩略 最后再做决定 这已经是十二个字了 还有一个十一个字 还有一个符言 就是最后它会怎么样 人家告诉你真言 接下来还有一个是本经应符七处 就本持中 你本身要持中正 知道 那本经应符七处就是叫你自己怎么样修炼 词书 词书就是你要掌握在关键位置 顺天 顺着天意去处理 比如说春天 夏天 秋天 冬天 它有一定的天道顺序 就是中经 怎么样可以让人家跟你愿意跟你合作 而你能够应用到所有的人力 其实这些事情你只要仔细想起来 我们每天都在做 只是说不聊 没有去想到这是鬼谷主 鬼谷主当初所讲的 我解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如说你坐在位置旁边是一个跟你不一样 女生没有见过 那么这位男生坐下去有什么反应 第一要不要跟他讲话 要讲话就是百合的百 百就是开的意思 合如果不跟他讲话就是合 那对方会有什么反应 他也不跟你讲话 这就是一种反应 他也你跟他讲话 他也跟你讲话 这也是一种反应 所以这个百合跟反应 就是在试探人家对你的反应 那你不讲话也是一种反应 表示说你对他没有兴趣 或者是说 我不认识你 所以有各种情况 那如果你敢讲 你提出你的决策 你揣摩 你认为说我可以跟他讲话 那么你勇敢地讲 也许他会回应你 也许他就摆你眼不离底 也许你邀请他说 我们去看电影吧 他可能会骂你神经 也可能会说我不认识你 也有可能说好啊 这就是他的个性 那么从这里面就讲说 日常生活我们都在用 只是没有去感觉到而已 所以我现在再回头来讲 怎么样运用在谈判说服 你其实每天你也都在用 你要去买一个东西 你要跟他杀价 你等于就是说 你要找一个理由说 你这个东西不好啦 或者是怎么样啦 你是在说服它 那么这商店老板也是这样子 他要说服你 我这个价格很好 我这个一定东西很好 你只有值这个价钱 彼此再讨价还价 就是一种说服 如果你觉得说太贵了 我觉得说我先走 我就说先说我不买了 我要走了 如果这个厂商马上拉住 你说好了好了我降价 这个就是你的说服策略成功 如果他不理你 就表示说他不接受你的说服 所以实际上我们生活上 每天都在用 那么我们把它反过头来 找一个例子来谈 这个白反 反就是反应 内 内是什么 内钱 你总要需要有一些知道内线消息 你知道有一些内部的消息给你 这就是内钱 没有的话你就派一个人过去 或者是藏在里面 这个是内钱 或找一个跟你熟悉的人 做你的朋友 你就知道里面的消息 白反内 然后低非五 底是底细 任何事情都会有空隙 都会有一些问题 小毛病 你不去注意它 就慢慢这个空隙就跌大了 所以就要想办法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就是底细 就像一个墙壁 如果有一个洞 防水闸门 或是防洪墙 有一个小洞 水就可能会进来 那这个就是底细 那么底细之后 还有一个是五 低非五 五就是五合 不是那个非五 我是把音 五合 五合就是正反 或是逆 顺逆 你常常会碰到 你要不要接受 或是赞成不赞成 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五合 你顺从是一回事 不顺从也是一回事 但是你怎么样去做这个决定 它各有利弊得失 你要先去考虑 那么你如果说 接受了它这个提议 会有什么问题 你要去揣摩 揣摩它的实际情形 如果你这个 你还不想了解 你要去 摩它的意 就是它当初 为什么要这样提议 要去了解 为什么这样做 你既然分析起来以后 你就会大概 有一个概念 揣摩之后 还要提出谋略 权 还要一个权 权就是权衡 轻重厉害 然后选择用什么语言 谋就是提出谋略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后最后你就是要做决定 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你要不要跟随它的意思去做 还是你要反对它 还是说不表示意见 有时候不表示 也是一种反对的意思 也是说默许都有 最后就是浮言 浮言是什么 浮言就是鬼谷子 整理先秦各种学说的一些真言 可以实现的 包括在主政方面 个人的修养方面 它甚至引用到老子的 引用到姜子牙的一些书里面的 所以等于它是综合了一些先贤的智慧 在这个浮言里面 那接下来本经 因福七述就是大家要修养 怎么修养 就是说你要养智 养智是怎么样 就是说你自己 智气要很精神要饱满 要很有智气 然后你要动作的时候 要什么 像这个熊一样 你要画攻击之前 一定要先扶 低扶 先沉扶 不要一下子就张牙舞爪 人家就知道你要做什么了 那如果你动作 一定像野兽 要行动 像野兽那样子 很猛很快 这个也是 孙子兵法里面提到的 有一些就是 军队要有 迅雷不及烟耳的那种情况 这个跟鬼谷子讲的是一样的 所以他有七种状况 叫大家来修身 那么词书他在讲天道 就是照着天时地利来处理 做事情 不要违背 因为凡事实际没有到的 你要做一定是赤倍功半 所以他提到这个 那本经最后就是 请大家 怎么样可以留住大家的心 怎么样可以打动大家的心 大概他的内容是这样子 那么 我所了解的 对两岸的谈判 它确实也发挥了很大的功效 只是说大家不了解 大陆周恩来 他对谈判 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所以他们大陆都是用那一套周恩来流传下来的谈判策略 他非常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 绝对不改变 你如果不跟他谈 包括美国任何地方不谈 那你绝对就不必谈了 这个谈判说服对和平的贡献 是可以有机可循的 美国跟中共为什么能够往来 最先开始是 季辛吉写了一篇文章 他那个时候还在当教授 他主张要跟大陆往来 要打开门户 那个时候是中共 苏联跟美国是三角对立 鼎立的时候 苏联跟中共是合作一个阵营 美国是另外一个民主阵营 说我们这个世界还在对抗的时代 季辛吉写那篇文章 中共的高层看见了 他就知道美国有这样的说法 后来季辛吉当了尼克森总统的顾问 白宫顾问又接下来当国务院的国务卿 他们就透过一些关系 透过其他国家的大使 传信息给季辛吉说大陆愿意跟你往来 所以才会安排 季辛吉的肚子痛 跑到大陆去 打开了大陆这门 接下来就是整个情势转变 既然中共跟美国往来 那么这里面就会产生 直变的问题 那么苏联就变成孤立 所以变成这种 整个用谈判说服的方式 打开了中共的大门 那么这个转变就影响到两岸的这种情势 所以到1970年代 大陆就发表邓小平的两岸要和谈 或是可以互相往来 还有什么叶六条之类的 统统来了 那么在民国80年代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高层其实有派人去 跟大陆的一些高层 在香港在很多地方 私底下会谈 那个时候就叫做密谈 那这几次的谈判 就奠定了两岸 以后互相往来的基础 他们就是决定要设立一个海基会 一个海协会 然后台面上的就让海基海协会来谈 后面的政策的就是由高层去主导 这个就开始两岸谈判 当然这里面就是运用了很多 可以符合鬼谷子理论的地方 比如说他用发表谈话的方式 就是在传递信息 告诉你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 还是有讨论空间 所以我们这里就要赶快分析 究竟他这里面话有什么意思 要一点一点地来讨论 来分析他的状况 这个就是在权跟谋 揣摩的技功夫 事实上两岸开始往来 就是在开始海基会组团到大陆去 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谈好 应该要有第一次的国王会谈 这个是高层做的决定 但是最第一任的海基会秘书长 因为刚刚开始两岸才大家不信任 我们也不信任他们究竟会去谈什么 就怕他们是不是会去签一些不利于我们的条约 所以第一任的海基会秘书长非常难做 他没有多久 第一任第二任通通下台 很快就下来 第三任是邱敬毅 从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连降九级去当海基会的一个秘书长 但是邱敬毅有一个心 他当过德国大使 他带回来一颗 德国的这个 德国的围城 城墙的一块石头 他说要挡开两岸的心结 他讲了很多话 就是说两岸也要签和平协定之类的 这个就是在摆 就是摆开放 我讲一些看看你对方反应怎么样 那么大陆也会有回应 有时候他就不回应 不回应也是一种回应 他其实还在考虑怎么做 没有多久 两岸海基海蝎 就是要开新加坡的孤王会谈 这个是两岸最高层的会谈了 所以孤王会谈 第一次在新加坡举行 奠定了两岸今天和平的基础 可是没有多久 这个大概只有三五年 因为邱静益那个时候要积极推动 但是高层认为说不要那么快 老百姓还没有接受 所以就速度要慢下来 然后再加上李登辉总统去美国访问 讲了一些话之类的 所以大陆就开始文攻武后 丢了两颗飞弹 在高雄外海跟台湾的外海 这个就是什么 他就是以武力的方式来告诉你 给你一个讯息说 你在走出界限 容许了界限之外 他就是要动了 那么你从这个谈判的角度来说 它是一种累积它的力量 来威吓你让你知道什么地方是界限 那当然两岸就这样子沉寂下来 但是两岸没有打仗 还是只是说冷战的阶段 一直到后来 大陆又觉得不能这样子 一直冷下去 再冷下去 大家都感冒了跑掉了 所以就又派人跟我们这边联络 开始又恢复第二次的国王会谈 第二次国王会谈就是在北京举行 有跟江泽民去谈了一些事情 那当然这个就是两岸关系 又进了一大步 可是后来就因为又政权转移的关系 就两岸又冷下来 那我就利用这个冷淡的时间 做了一个鬼骨子的研究 写了鬼骨子谈判说服的书 那一直到我要离开之前 这个都没有 两岸都没有恢复往来 所以是前几年开始 马总统上任 他们就开始往来 因为他们了解马总统的立场 这个就是说 他们已经有揣摩了解 你本身的基本立场 是跟他可以相容的 所以他才会提出九二共识 既然大家不谈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其实有没有九二共识 九二年在香港会谈的时候 是最后谈到这个问题 海基会提出十三种方案 来看怎么样解释一个中国 大陆都不同意 最后一个就是一个中国 但是内容各自来表述 我们讲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他们讲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关系各自讲 但是我口头来讲可以吧 所以那个时候香港会谈就 没有谈成就各自回家了 各自回家以后 我们就把这方案还是留给他去考虑 结果第二天 他从北京传来一个文件 就是我们同意双方各自口头表述 但是这个算不算共识呢 当你觉得要跟他谈的时候 当然就是共识 因为这是立场一样 你不跟他谈的时候 就说没有共识 这个是政治上的运用 策略的运用 我们不予置评 所以因为透过这样子的谈判 说服两岸的关系 可以维持更好的发展 那现在有什么ECFA签了以后 有很多的互相的利益 不是单方面 这是互相的 那么为什么ECFA可以走到这个地步 因为这也是环境使然 大家要去分析 当世界很多国家都在签 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 我们不能去签 因为现已这个环境的关系 结果用两岸这个门路先签 等于就是两岸的自由贸易 然后其他的国家就会 愿意跟我们进一步签 这种免税协定之类的 这也是一种策略的应用 所以很多事情经过谈判 说服 不是说一厢情愿的 一定要去考虑对方的立场 要去考虑他这个人 领导人的想法 能力 他的爱好 嗜好在哪里 要不要运用他这个嗜好 要不要运用他的这个想法 如果你不要运用他的想法 不跟他谈判 就是我暂时冷却下来 两岸暂时冷却 不要那么认真的往来 如果你认为两岸往来 还是比较有利 那么当然这个就是 要大家互相让一点 这个就是对和平的贡献 那么鬼骨子 在那么多年以前 所讲的 他只是教他的学生 苏秦 张仪 怎么样在战国时代去纵横 去让战国时代 能够有一些和平 所以他所教的一个就是 苏秦用合众的方式 把六国组织起来 成一个联盟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 就像一个民主联盟 或是一个同盟 秦是一个想要并吞天下的 王朝 他的目标是针对六国要并吞 所以等于是 另外一个主体 他就必须拉拢各国 跟他合作 就打破你的对抗 这个就是变成 合众就是大家联合起来 对抗秦朝 如果是大家跟秦国联络和好了 那彼此之间就没有战争 是这样子吗 可是还是有 秦后来虽然拉拢这个 就打另外一个 变成远交进攻 因为他的国策就是要并吞天下 但是能够使战国的局面 多延长了很多年 就是因为后来合众联衡 又在村申军 楚国也一个村申军 四大公子 他又组织了好几次的合众 来对抗 所以等合众联衡不断地交叉 他到最后还是被秦 用各国的内线 把他整个并吞掉 所以我今天讲的是 鬼骨子文化在实际应用 跟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方面 但孙子兵华所讲的 他本身也是要先去谈判 先把敌人的心先得到 然后才能够不占了屈人之兵 实在到最后没有办法了 才用兵 那么用兵还要求得全胜 让对方不要 也因此就灭亡 因为把他灭亡了 不见得对你有利 但是后来战国时代的人 不能接受这种想法 他就是要把对方消灭掉 那这个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后果 每一个朝代都会有这种 代替前朝的情况 但是要怎么样 把前朝遗留下来的问题 好好的解决 这个就是需要去谈判 历史上有很多你不知道的谈判 但是他们成就了最大的工业 孙子兵法跟鬼谷子学说 是可以互相应用配合的 所以我今天讲到这里 没有详细仔细去讲 鬼谷子实际的学说内容 所以这一点供大家参考 也向大家请教 谢谢大家 谢谢方总编辑 我想各位在文章上都可以残阅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现在请徐杰倩师姐 你就帮忙黄立宗教授 我看他已经在用视讯在听你 怎么帮他做 你就请 谢谢 弘扬二子智慧 让人类在和平环境中生存与发展 大山深处的思考 中国先请史学会 鬼谷子研究分会防会长立宗先生 一个伟大的民族 要维持公平正义 要长治久安 必须有一批独立的 敢说真话 并且可以说真话的文人 学者或思想家 防会长十分赞成 杨吉东院长提出的两个原则 即善意的原则和周延的原则 本篇言论将努力遵循这两个原则 第一 孙子与鬼谷子核心思想的 一同及实用价值 这里所说的孙子与鬼谷子思想 都是由先者创立 今后学发展完善的完整学说 其内容丰富思想深邃 博大今生 孙子主体讲战 讲动手 众方略 孙子的核心思想是全胜 其目的在于使人屈服 对于和平竞争亦可以借用 孙子和鬼谷子的军事哲学和战略思想 但对于政治谈判 鬼谷说服术更有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 完整的鬼谷子思想是一个学派的思想 以鬼谷子命名 包括宗恒家读传子书鬼谷子 战国宗恒家书及张子 苏子 以及其他脱名鬼谷子的著述等 鬼谷子主体讲说 讲动口 众元略 鬼谷子的核心思想是说服 其目的在于使人幸福 鬼谷子及宗恒家的学说 不但在中国历史的分合中起过重大作用 也得到了当今国际上一些 著名思想家的高度关注 上个世纪初 一位叫金中式的韩国学者 把鬼谷子一书译成了德文在欧洲出版 其后 德国社会学家斯宾格勒 高度评价鬼谷子的智慧 上个世纪末 又有英国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 和日本社会学家石田大作预言 在综合思想家影响下形成的 政治文化统一的本领 将在未来不可避免的统一过程中 发挥主导作用 那么孙子与鬼谷子的使用价值是什么呢 在古代对于战争指导 可借用孙子和鬼谷子的军事哲学和战略思想 对于作战指挥则孙子的战法 更有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 孙子的实证 八证 伙工 用监都实用 正如孙子兵法军征偏强盗的 顾兵以诈力 对于和平竞争 亦可借用孙子和鬼谷子的军事哲学和战略思想 但对于政治谈判 则鬼谷说服术更有实用价值 对于沟通谈判 十证八证都不实用 活工用监就更不能用 兵可以诈力 研究不可以诈力 战争之间不厌诈而 不厌诈尾而反礼君子 就应该不厌忠信 二子的思想相和相通 但和而不同 异曲同工 让对手屈服当用保健 让对手信服只能用舌头 想制服人 光用舌头是不行的 而要说服人 则不应该使用保健 在当下 无论解决中华民族自己的问题 还是解决国际间的问题 无论是两岸和解 还是世界和平 二子文化都有借鉴之意 而鬼谷子的综合思想 更有直接的实用意义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孙子必法祭篇 冰者国之大事 此生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火攻 何余力而动 不何余力而止 此安国全君之道也 孙子兵法祭篇 今之以武士 教之以继 而所起情 一约道 二约天 三约地 四约将 五约法 这五条都是至君的原则 而道为第一 银雀山汉简 孙子兵法中有 起道 子道 王道 霸道 首抄本 孙武兵法有九道篇 专门讲道 丰富了十三篇中 关于道的概念 首抄本 孙武兵法 第五篇 何同 天下万物 万生之心 靠何同 善之何同之道 才能复国安民 也就是说 何同是兵之圣道 韩信批著中也提到 国不合 民不同 兵不圣 孙子兵法 某功篇有 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又说 顾上兵伐谋 其次伐骄 其次伐兵 其下功臣 功臣之法 为不得已 首抄本 孙武兵法 火攻 韩信批著中提到 兵道六常 即行天 弑地 法人 君征 兵战 兴辩 这些是常劫 又提出兵道三过 即动火 动水 动旗 强调这三过 是过急 又说靠长劫取胜 还算有幸 靠过急以取胜 则胜之有殃 提出不可过急 韩信这里讲的三过 当时被称为过急 现代的常规武器 如自动 步枪 火炮 都要比这三过 更难以承受 更不用说 大规模的商商武器 现在的武器 只要一动 就是过急 所以即使用韩信的观点 也不能轻易动武 当戒之不可过急 在孙子和韩信看来 攻城 动火在不得已时 都是要用的 欧巴马也是这样 一面去领诺贝尔和平奖 一面向阿富汗增兵 看来都是没有办法化解危机 都表现出政治智慧的不足 都有几分无奈 由此可见 要避免战争 特别需要开发政治智慧 孙子兵法和鬼谷子 是否可能为我们提供某些智慧 以避免因不得已而诉诸武力 要避免战争 不但需要少数当权者的智慧 也需要全民族的智慧 也需要各界精英 共同发明聪明才智 第二 关于战争的历程 战争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异常现象 迄今为止已经立起了漫长的历程 在这漫长的历程中 构成战争和思想 和影响战争的诸多要素 都在不断地发展着 由于这些要素的发展 导致了战争形态的演变 当我们把战争所呈现的各种具体历史面貌 分别加一比较时 发现战争的每具形态都有自己的演变轨迹 这些轨迹共同展示了战争的历史面貌和发展趋向 如作战双方的距离越拉越远 作战形式日益灵活多样 战争构成日趋复杂多变 战争爆发的频率日趋舒缓 战争规模由小到大 在由大变小 战争伤亡率日趋下降 也满度日益减轻 战争在虚化和仪式化等等 许多政治家都曾引用过哥德的一句话 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 这一规律对于战争也应当是适用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战争从产生之日起 就一步步地向结束之日走去 战争的必然归宿是消亡 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不论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 它都将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 以往的战争时 已经向人们展示了它运行的部分轨迹 今后战争运行的轨迹将是一个怎样的趋势 这是战争研究所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难题 从战争出现之日起 至第二次是世界大战 战争形成的轨迹是步步上升的 今后这条轨迹的趋势 也许会继续曲折地向上发展 也许会改变总的趋势 转而向下曲折地发展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即战争的发展趋势 迟早要从上升转而为下降 关键的是这个转类点降落到何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经六十多年了 这六十多年是人类社会突飞猛进的时期 科学技术得到飞速发展 因此带来了武器 人类交通工具的代代更新 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地球变小了 近四十多年来 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 由此带来了文化生活的丰富 以及政治关需的巨变 国际政治格局 军事格局 几经动荡 几经改组 世界进入了一个以和平发展为主流的新时期 在六十多年的动荡和改组过程中 战争开始改变了有史以来 由小到大日趋升级的势头 出现了一些新的增厚 向人们预示了战争轨迹的新走向 一 解决争端的管道拓宽 使一些危机得以缓解 二 生产力的发展和丰富的物质 使暴力手段的必要性削弱 三 政治的多元化和民主化 使战争的自由度下降 四 国际组织作用加强 使战争受到有力控制 五 军事阅章的发展 使战争的发动受到一定约束 六 自然环境的威胁 使人类被迫共同行动 七 开发宇宙空间 使人类积极谋求合作 八 人类价值的提高 使人类从心灵上趋向和平 九 道德观念的进步 使战争的精神支柱倾斜 十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 使战争开始走向消亡 十 一 战争作为工具的有效性退化 使和平成为当代的主要潮流 第三 关于和平的历程 以往人们在考察战争的发展规律时 往往偏重于考察构成战争的因素 而忽略了对约束战争的因素考察 特别是很少对于和平问题进行考察 其实战争与和平既是截然相对的 又决然是无法分离的两种范畴与状态 两者有时彼此消长 有时尽向发展 战争的历程总以和平的历程相伴随 相反相成 为此我们要想研究战争的发展规律 不可不考察和平的历程 有时以来 和平一直是人类群众最美好的愿望 在远古的神话传说中 和平就是一个常见 常新的主题 在文献资料中 和平也是一个重大的主题 特别是在民间作品中 和平的呼声更为强烈 《孟江女哭倒长城》的故事 就是广大人民的反战宣言 它反映了世世代代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 引起了古今中外各阶层人民的共鸣 历代进步思想家 都把和平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张之一 历代进步的文学家 美术家 都把和平作为热情偶歌的主题 广大人民群众一直抱持着美好的愿望 期望和平 期盼平安 为此人民以各种惯例 法规 约束战争 以宣传舆论和反战运动抵制战争 以各种反战学说来说服人们避免战争 有人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 但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和平史 在战争发展的同时 和平也在不断发展 战争活动达到一个新的水准之后 和平活动也总是随即的相应到达水准 使至今日人类进行战争的能力 已达到人类自身无法承受的水准 但事实上所发生的战争 却只保持在人类所能承受的范围内 而这种平衡今后也不能被打破 造成这样一种平衡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和多层次的 但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和平因素对战争因素的制约 第四 如何借鉴孙子兵法鬼谷子思想 来化解危机 维护世界和平 当今我们所面临的几大矛盾与分歧 潜伏着诸多危机 人们应当在沟通中消除这些分级 化解危机 进而维护世界和平 二战以前战争是解决争端的最好办法 它简单 直接 但战争是以血和肉做实验 以生和死做结论的 为此 自古之兵非好战 历史上真正懂得军事的人 从不轻言战争 战争从来都是不得已的事 战略家们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 纵横家们主张转弯飞前 纵横百合 也出了无数威武雄壮的火炬 近代又有肖阵营凭三寸不烂之蛇与土肥原周旋 但它们必定不是解决当时争端的主要角色 在当时一切的争端都由战争来做了断 当今世界许多新因素的出现使战争作为工具的有效性受到制约 广播 电视 电讯 交通技术的发展 人们之间的交流管道拓宽 使危机得以缓解 生产力提高 物质丰富 贸易活跃 使暴力掠夺财富的必要性被削弱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积极活动 使战争受到一定的控制 军事约章的补充增加 使战争的行为受到了相应的制约 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的威胁 使人类得暂时搁置分歧谋划 共同行动 使人类被迫积极寻求合作 人的生命价值日趋受到尊重 使人类从心灵上趋向和平 战争已不再是解决争端的最有效工具 而战争与战争相对的交流 谈判 贸易等非暴力手段 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实用有效 甚至可以达到双赢或多赢的效果 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更需要扬弃划众取宠的纸上谈兵和拔剑而起的皮肤之勇 我们更需要借用孙子不战为上的哲学 借助鬼谷子综横百合之术 运用一切非战争非暴力的手段 去研究和解决各种冲突和一切争端 民众之间 政府之间 政党之间 国家之间的关系 都可以用交流沟通的办法去消除误解 化解危机 建立互信 用和平的方法 非暴力的手段 建构一个和谐的社会已经成为可能 最后谈谈我们中华儿女的历史责任 过去中华民族的祖先在这个地球上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 有人说孙子兵法是预测学的经典 有人说鬼谷子是预测学的开山 历史学家的预言不过是个人推测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应该感到荣耀 但真正属于我们的是一份历史的责任 我们应当理智地承担起属于我们的那份历史责任 中华民族应当有能力承担起这份历史责任 中华民族有追求统一的传统 有追求和平的愿望 有强大的文化消化能力 有顽强的民族生存能力 中华民族人口众多 地域辽阔 中华民族的统一就是四分之一世界的统一 中华民族的和平就是四分之一世界的和平 中华民族有责任 有能力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二子论坛完全是民间声音 天下行亡匹服有责 民众及民间组织有责任 有权力 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要求和平 要求发展 要求交流 反对制造隔阂 反对计划矛盾 反对暴力挑衅 反对分裂宣传 反对战争叫嚣 要求我们的当权者和决策人 为两岸同胞的交往 创造便捷的条件 要求我们的当权者和决策人 不得违背两岸同胞的意愿 不得损害两岸同胞的利益 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努力下 未来一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到那时 世界和平的公民们 将对我们惊人的功过是非 做出公正的评价 一切政治家 军事家 科学家 实业家 及每个公民 在对战争与和平做出选择时 都应当对前人留下的文明负责 都应当对后人的生存和发展负责 都应当对自己的千秋名责负责 最后 新年已始 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 祝福美丽的台湾安定和平 祝愿台湾同胞幸福美满 新春佛国路 公主价 祈求彼岸 游温几乡